玩家是心情分享 和回到什么高兴的视频中间 那么今天带给大家 是简天这款WAR Toys出品的 Mega Box Alien 异形 WAR Toys之前推出的猛兽侠 我有接触过 还在我的视频空间 短暂的展示过其中的小恐龙 这次的异形是得到版权方授权的 这个在IPE是普遍还比较薄弱的 今天我觉得是特别值得点赞的事情 这状态下的异形被我定义为兽型 黑色的小猛兽 摇晃起来一体性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各个关节都是非常紧实的状态 头部是透明件了 里面有一个骷髅的刻画 嘴巴张开 里面有一个小嘴巴 特别的阴森恐怖了 当然这也是异形的一个标志性特点了 就是嘴巴打开之后 里面又有一个给你小惊喜的部分了 其实仔细想来 异形这个片子它非常的深邃 是关于繁殖战友 这种涉及到很基础的 很伦理哲学题材的一个科幻片 咱们说回这小玩具 有一个长长的尾巴 头部挺长的向后延伸 从村里来看 这身形的曲线也特别有一个瘦型表现力 红身上下并没有特别的分色处理 全都是黑色 所以猛一看上去层次感并不强 想你去仔细品味其中的一些纹路细节的表达 可动性方面 头雕条左右旋转一定程度受到肩甲的影响 向后向前 利用根部的双动关节有一个搓动 向上抬起的空间很大 张开嘴巴 这个小机关还是挺可爱的 大臂根部的旋转包括肩甲 前后的一个搓动也是变形的需要了 外面内收也做得到 手臂这块曲肘这关节是特别的紧实 有一定的可动性 那么手腕这一块是一个球形关节 除了转动之外 它这个手指上下两个手指是单独可动 中间四个是固定在一起的一个轴动关节 那么利用根部的大球关节 可以做出一个类似于霸王龙的小手掌的 可爱的表现力 这异形都用可爱来形容 真的是被玩坏了 大腿根部的关节除了前后的旋转之外 还有一个向下搓的选择 这个搓动包括胯部关节 向内收之后向外斩的可能性 也是变形的需要了 腿部这块很容易调节出来 一个禽兽腿的表现 前后搓动的双动关节 脚板的接地性也是不成问题 打球关节的连接 而且前脚掌和后脚跟 都有各自独立的可动 尾巴有好几段的关节 但是只能上下这样一个轴向的活动了 脑袋这块可以拉伸 或者是变形的收纳向前推 这也长得像黄蝎子一样的抱点虫 一体性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尾巴挺长的一个状态了 那么变形的时候 是把后面尾巴这块整个向前翻 做一个不同方向的收纳 这个之后咱们在变形的时候再讲 另外一个小配件 就是这个异形的卵了 或者是它的蛋 打开之后 其实这个顺序应该是打开之后 抱点虫直接跳出来 但是这玩具做的尺寸 使这抱点虫塞不进去 就只能塞它的异形幼虫 这幼虫做的真的是细节超乎想象 考虑到大家尺寸 逼真的甚至有点恐怖啊 可以看到这小异形 只到VG青年柱跨步的一个身高 而前面这个夜光的异形蛋和幼虫 就是所谓的出回特点了 和玩Toyce之前的猛兽侠系列类似 这款异形也能从它的兽型 转化成一个类立方体的小盒子状态 但是整个的变形过程 相对于我之前接触过的猛兽侠 要复杂的多 涉及到的卡扣要比之前的都很多 首先是把后面的尾巴做一个收纳 两个肩甲 向两边翻转腾出空间 把整个脑袋旋转180度 再向后搓 放在一个和身体最接近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出它的异形蛋了 小幼虫也可以放在异形蛋里 和身体进行一个紧实的咬合 那么大脑袋的一侧 可以看到有一个凹陷 和肩甲上面的凸起 有一个对应的安插位 感觉脑袋会特别疼 被插进去 肩甲上有一个凸起 在翻转到它的一个尽头 变形的时候 各个关节还是挺紧实的一个手感 索扣位 胶带的算是比较清晰了 包括手肘这块上挫 也能和上部的肩甲 进行一个对应位的结合了 手掌可以先放在这儿 不用理 另外一侧 镜像的调整之后 把手腕 利用根部的关节 向后旋转180度 使它和兽形牙齿 冲着同一个方向 就是收纳到位了 这时候再专注于下盘 其中一条腿 那么这脚板 后脚跟这块 和小腿的一侧 有一个对应的结合位点 是比较容易找到位置的 先把它结合上去之后 胯部和中间的裆部 这块分离开来 错开位置 之后再利用大腿根部的关节 向上翻 翻过来要做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使后脚跟 底部凹陷和重卵的一侧 这两个凸起 有一个对应的咬合位 这个咬合位 咬上去之后 它前脚掌的位置 和上部肩甲 这个地方 又有一个对应的结合位 把它给推进去 那么这两个结合位 还不够 可以看到这个腿部 这地方有一个凸起的三角形 和手臂的向上位置 又有一个咬合 所以这款玩具 在变形的时候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它逻辑感还是很强的 所以在把玩一次之后 基本上你就不用看说明书 很顺畅的 能进行一个变形收纳 那么手腕这一块 就是把手指向内扣 再把整个的手掌向内翻 翻起之后 下面有一个面板顺势向前翻 和手掌的下部 有一个定位的结合 这一侧就是收纳到位了 可以看到各个部件 这位置还真的是挺紧凑的 另外一侧镜像的调整 主体就是准备就绪了 另外拿出这黄色的爆脸虫 把它的根部 做一个翻转之后 尾巴做一个两段的折叠 这个时候爆脸 就可以爆异形自己的脸了 挺具讽刺意味的 上部这个结合位 找准之后 中间这一块 就自然能咬合了 萌具的精准度 还是能够让人放心的 最后下面这两个对应的凸起 和黑色的凹陷位 有一个相应的结合扣进去 好了 咱们的小异形 也就是完成了 从它的异形状态 到盒子状态的变化 盒子状态下的小异形 这立体的方块 手感很不错 摇晃起来 一体型没有任何的问题 尺寸方面和地级别的长老 比较起来 这有点可笑了 拿出三阶魔方 同为立方体 这个看起来更为合理一些 另外就是请出 异形弹和的右冲 做一个直接的比照 爆脸虫 抓着异形的脸 这个设计就像刚才说的 挺有创意 挺有讽刺意味的 而且黄色的爆脸虫 和黑色的异形 色彩的碰撞 也使这个盒子状态下的色彩 层次感更强一些 从这个小盒子 各个角度来观察 可以说收纳的是很好了 做得很方正 各个位置的咬合 也是非常充分了 充分的似乎有点过头了 因为空间很有限 在调节的时候 个别位置 确实是略显纠结了 那么背后 也能把这个异形弹 做一个很好的收纳 配件里面 这荧光的小盒子 打开之后 可以把这个异形方块 塞进去 而这个盒子的颜色 似乎和异形的血液 是一样的 虽然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变形过程 需要较高的专注力 但可爱的造型 和带入感破墙的 变形过程 很是讨喜 关节紧实度 和锁扣位精准度 相对之前 我接触的 WAR TORES玩具 有很大进步 期待这家厂商 更多像小异形一样 有版权的优秀作品